而我們知道其實農委會現在是宣布要加碼國軍喝豆奶 那大家當然就會有很多不同的想像空間 甚至有人說喝豆奶是不是為了補足蛋白質 那蛋當然是缺蛋 那當然像農委會啊或是國防部嚴正的否認 不過農委會的這一席加碼說國軍喝豆奶的費用 要由農委會來吸收 我們等一下會再等到我視訊完之後來問問看董哥 就是因為陳其中講出一席蠻可怕的話語啦 但是沒關係 因為我們要告訴大家先看懂這則新聞 跟這個大利多背後實質上有一個非常大的 總是大內宣或是總是用補助 靠補助來解決問題結果最後反而製造問題 在線上說我的好朋友林北好油 他寫了一篇好文啊 那他跟我們分享說關於這個農委會宣布的國軍喝豆奶 其實他背後是因為當初有一個補助結果過剩了 甚至造成我們的大豆等等的品質也有問題嗎 這其實這個事情其實還蠻誇張的 因為這些事情大概從106年就開始 哇太久了 106年的時候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106年的時候台中市政府 製作了100公頃的大豆 那時候100公頃的大豆這麼大的面積 甚至連補助各種機械補助 什麼有的沒有的補助 加起來快補助了2000萬 可是最後收成的大豆只有64噸 比如說你花那麼多錢下去 最後收的大豆只有64噸 已經非常的少 結果那64噸還沒有人要 還處理不掉 那那中央不檢討說你的政策發生的問題 而這幾年反而這樣大規模的去補助 然後這大豆就越重越多 可是這些大豆這種 這麼多的補助下的時候 就出現了一些凸因 那這些人在做的是什麼 就是想說好 那你政府補助 你政府會來驗我有沒有種 可是你政府不管我有沒有收 所以你來驗過我我種之後 錢發下來之後 那我就專門去種一些 氣做一些就是說 種來給政府看 所以才會出現像 像我貼出來的那些數字一樣 你看宜蘭適合種大豆嗎 宜蘭這種冬季多餘的時候 適合種大豆嗎 一點都不適合 可是你可以看到 宜蘭一樣種了100多公頃的面積 最後收起來平均 一公頃只有400公斤的數量 這麼少的數量 那這些大豆全部都補助了 可是你經過這些補助 這補了這麼多之後 那台灣大豆有變便宜嗎 沒有變便宜 甚至說連政府都要幫忙賣這些大豆 那政府沒有辦法賣這些大豆 政府只能去叫 去叫加工廠處理 就把這些大豆做成豆漿 做成豆漿之後沒有地方去 那政府還要想辦法把它賣掉 我們的環境怎麼會變成這樣 政府不太要給你錢 結果業者一樣賣的貴 那政府你還要幫忙 處理成豆漿之後幫忙賣 所以你看這一次的案 案件為什麼會這樣 這次案件明明就是 這些庫存的黃豆 庫存的豆漿多到用不掉 就農委會不去解決蛋的問題 反而趁機說 哎那這個沒有 國軍沒有蛋吃 那缺少蛋白質 我們有很多的黃豆 有很多的大豆漿可以用掉 就國軍買不買單 國軍不買單 為什麼 我不願意出這筆錢 對不對 你國軍不願意出這筆錢 現在變成農委會說沒關係 我加碼 我送你 有沒有 他去解決掉這些問題 那 你只是想解決你這錯誤政策 替你自己錯誤的政策去插屁股 就面對立委諮詢 還敢說是我很好心 實際上有什麼好心啊 請問你 這些 這些跟你有什麼關係嗎 這些大豆是你拿錢出來買的 這些大豆跟你一點都關係 而且這些大豆 這些豆漿全部都是你錯誤 政策下的結果 對啊 你還說得出你很好心 我覺得這實在是一些 非常噁心的事情 林肥我問一下 就你的了解啊 就是請問還有多少類似的農產品 也是一樣 我們剛剛講到了這個大豆的部分 他一公頃 補助10萬元的補貼嘛 那還有多少等著 那或是已經過剩了 接下來國軍又可以夾彩的 我這其實 就是說 其實一般人很難理解 就是台灣這方面 到底有多誇張 其實如果你把 把糧食類的 就是包含米的這些補助 看進去 其實這些一年 大概要到一兩百億的費用 比如說 台灣的這些的糧食的生產 其實是補了一兩百億 可是 當然說我們糧食的生產 維護有其必要性 可是 可是你也必須檢討就是說 那你尤其必要性的情況下 真的需要做到這樣 對 那台灣從來不檢討這些政策 反而就是變成說 過年 選舉到了有沒有 你這些錢發下去 大家 大家有地人 養地人拿到都開心 所以就會變成這個樣子啊 因為 不只是 因為像大豆是因為這幾年鼓勵 那他這幾年鼓勵大豆的原因 還有一個是 因為他不希望人家種耗水的作物 因為現在沒有水 現在 包含說一些水都必須要留給一些 科技業去使用 所以他不希望人家去種 這些比較耗水的作物 就會希望去轉作雜 那你在中南部其實是 是有這個效應在 可是你在宜蘭 你在桃園 你在新竹 那你種這雜糧 到底有什麼意義性嗎 沒有啊 而且甚至說你種了之後 下了雨之後 沒有辦法收成 還可以再臨一次栽生補助 這非常的誇張 對啊 可是他們都不會去檢討這個政策 不會去檢討這個政策 那所以讓 說這有一些凸因就是這樣 就是說 我跑來跟你這些地主合作 你就來種大豆 有沒有 補助更多 那來跟我簽約 對不對 我去農糧署零補助 大豆我給你 肥料我給你 你就跟著種 不會種 會下雨 沒關係 我沒有打算收成 我們就看 種下去之後長起來 農糧署驗過就好 對 就是這種模式 除了大豆以外 其他的是比較少這種亂象 那主要的亂象 其實還是在大豆為主 因為 因為 因為這幾年才在想說什麼 雜糧復興 大豆復興 說什麼 糧食制局要提高四成 提高到四成什麼的 這些的背後都脫離不了這種 這種補助啊 賣 那種政策性的買票 反正你錢發去呢 那農民也爽 反正呢 這些大豆如果種了 有收 然後有 有產量 農糧署也要幫忙處理 對 所以就變成大家樂在其中那樣 所以這幾年的發展 其實是一個 非常病態的 那去年跟前年你就補好些 你又怎麼補不住 對不對 你解決自己難題 是用政府的錢 去買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是很噁心 其實這次的那個改組 他跟衛福部長 是兩個被認為說一定要換 可是因為沒有人要來 這兩個位置 你一般就找教授嘛 這教授說 那我剛到明年520 那我到時候 學藥回得去回不去 對不對 而且來這些 你很多爛攤子 我是沒辦法收拾的 那如果 今天陳吉仲把 發錢 當做他最高的任務 他所有解決他 農業難題的東西 他全部用錢來解決 就是給你補貼 你有什麼 我就補貼你 那你現在幹嘛不補貼 這些蛋農 你禁止他漲價 他已經揚言 我們下個禮拜不出貨 下個禮拜 下來就是明天就要開始 他就不出貨啦 那大家可以看到 你為什麼不去補貼蛋農 所以你今天可以看到了 我們政府的政策 就是用政策在買票啦 大家剛剛 你知道好友他講的 其實很清楚 他對那個 非常透徹 那我們看到了 其實民進黨政府 他這些年來一直用這個方式 就是用 錢來補貼一些人 農民為什麼比較支持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給錢 是 那 農民馬上就幫他 簽了一個法 免稅去中國大陸 對不對 賣了這些農產品 賣了這些魚 他們沒有投過民黨啊 是不是 你可以看到 因為 哪錢最高興啊 對 民進黨反正 我們要種的 全部他出 包括肥料給他出 種了以後賣不出去 他也來要幫我們銷 要不然他會被罵 那所有東西 現在台灣 最快活的事情 就變成在種田 我種田 反正我就賣給你 上這個夢夢水 獨家配方 起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 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殘酸 調節情緒 增強抗爭能力 還有德國養乾脆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慮 幫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鐘 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 酸甜好喝